斗破苍穹年番第31集更新 随着剧情的深入 萧炎发现薛儿身上的秘密越来越多 而薛儿迫于家族的压力 也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身世 在斗破苍穹第31集中 薛儿都有哪些秘密瞒着萧炎 萧炎对薛儿的什么秘密比较感兴趣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秘密一 薛儿的真正实力如何 薛儿没有参加内院强保大赛 这让萧炎感觉非常的好奇 在萧炎心中 薛儿实力是很强的 但是究竟有多强 这还是一个秘密 萧炎希望薛儿能够做回耀眼的自己 在萧炎看来 薛儿为了自己付出了很多 曾经萧炎没有来嘉南学院 薛儿在比赛中相当的耀眼 但是现在萧炎参加强保大赛 薛儿心甘情愿地隐藏自己的锋芒 这让萧炎心中有些内疚 月黑风高的晚上 薛儿敲开萧炎的房门 送给萧炎一副黑色卷轴 这个神秘的黑色卷轴究竟是什么 为何只有达到斗王级别的实力 才能够打开 从灵影的反应来看 这个黑色卷轴十分的珍贵 薛儿这次冒险将其送给萧炎 甚至瞒着自己的父亲 即便是要老这样见多识广的人 也不知道这个黑色卷轴 究竟是什么修炼功法 秘密三 薛儿深夜来找萧炎 为何表现如此奇怪 薛儿深夜来找萧炎 表现是比较奇怪的 平时薛儿不是这样 无论是说话还是举止 都是落落大方 但是薛儿刻意选择晚上来找萧炎 这让萧炎感觉十分的奇怪 薛儿似乎对萧炎欲言又止 有什么话埋藏在心里 没有说出来 这让萧炎感觉薛儿怪怪的